在网路上引发热潮的跳舞姐最近又有新的动态 她出现在高雄市岗山区的电影院前 在这里急性跳起了舞蹈 吸引了大批民众的围观 然后她突然漏点也影响到了这个交通 而这个行为呢涉及了刑法当中的公然猥亵罪 警方强调将会加强搜证依法取缔 跳舞姐又出现了 这次到高雄市岗山区的电影院前 脱掉内衣不断的扭动身体 围观民众超多 跳舞姐享受众人的眼光 偶尔用手遮住两点 遇到民众要求合照 通通来者不拒 还会站定pose 更夸张的还在后头 跳舞姐跳到过瘾了 当着大家的面前慢慢的穿起内衣 露点了也完全不在意 她大辣辣的站在路中央表演 已经造成交通严重堵塞 真的是儿童不移 有车辆经过驾驶赶紧关车窗 今晚之前已经因为防害风化被开罚 但跳舞姐好像罚不怕 行程照跑舞照跳点照漏 警方也该是时候硬起来 用确切的行动搜正抵制 不然小孩子看到真的会学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高雄报道